盆土確診破八百例 也在創新高 一部分民眾就擔心說會染疫 所以就搶購了快篩試劑 他因此傳出了缺貨 行政院長蘇貞昌就在院會上宣布 說從即日起 會啟動中用快篩 目標是每個月四千萬劑 而國軍也將會投注人力 來協助廠商生產 指揮中心也強調 一定會量足價文 來提供民眾使用 趕在上班前到藥局 想買新冠肺炎快篩試劑 卻鋪了個空 因為傳出市售快篩試劑大缺貨 有錢也買不到 近來本土疫情大爆發 十四號新增確診人數破八百例 不少民眾擔心染疫 開始搶購快篩試劑 要是公會全聯會證實 在雙北可說是一劑難求 國人快篩需求提高 但快篩試劑一劑要價台幣三百多元 遠比國外貴 行政院長蘇貞昌十四號主持行政院運會時宣布 從即日起啟動徵用快篩試劑當作防疫物資 目標每月四千萬劑 國軍將會投入人力協助廠商生產 在今天啟動了徵用快篩計 特別要感謝國軍弟兄再一次的投入人力幫忙 我們現在希望能夠很快的達到每個月生產四千萬劑的目標 蘇貞昌表示本土確診人數上升無可避免 但政府也會試疫情發展調整防疫策略 確保疫情可控 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也表示 公費快篩會盡快啟動 而且不會因為徵用快篩計而破壞市場秩序 並強調一定會量足價穩供民眾使用 記者 長龍翔 台北報導